即是這個發明 是每個人看AV看得太多 但是其實你又沒有十... 原來如此,你早說 大家好,歡迎收看二字大國際 今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無聊發明 你的發明? 不是,我的發明這麼無聊 那是什麼? 你忘記了嗎? 是我發明這個心理作用鹽 噢,OMG 然後你告訴大家 心理作用鹽,就是一個鹽瓶裡面 真的放些鹽,但是 找些東西封住那個 你不停滲下去的時候 你又覺得自己好像滲了鹽 但... 但是其實你又沒有滲... 你不停滲這個動作,會不會太好 原來如此,你早說 你不停滲鹽的時候,你又好像滲了鹽 但其實你又沒有滲到 全家只要犧牲一個人知道這個真相 其他的家人全部都可以得到身體健康 我發明的心理作用鹽 有興趣的 我會專門購買 這個算不算是無聊發明 你說什麼?你的心理作用鹽有沒有用? 嗯 沒有 你上次自己知道我先拿一些心理作用鹽 然後這樣拿完之後 我要幫你把那些洞 你會把真的鹽放進去 如果有用的就不用把那些洞 快點開始吧 說這個無聊發明 很多都是在日本出現的 這些就是平常見開的 這些平常見開的就不多說了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很需要的 我以為你說這個 不是,我不是在車上睡覺的 這個真的有用 怎麼收起來 你又對 難怪不得 難怪不得不能買 今天就不說這些 說一些我在外面找到更多的無聊發明 嗯 嗯 那這七樣 那這七樣無聊發明 這七樣 是嗎? 不好意思 最厲害的我厲害一點 七 好了,其中一個就是 眼藥水漏斗眼鏡 有沒有看過? 有啊 但我以為他們太長 忘記拿走褲眼鏡去使用 記不記得我們之前討論過 有時候我跟他搭車 我說車在動,沒有滴著 我覺得很恐怖 那這個我覺得有點用 你這支眼藥水這麼小 但你的眼影這麼大 啊?漏斗就是這樣用的 不大那怎麼辦 又弄出這麼小的洞給你嗎? 我不覺得有用 或者可能是給那些 很怕滴眼藥水的人 對 你看,你很怕滴眼藥水嗎? 很辛苦 要看著 然後 我最近好像 我之前頭一兩滴 一擠下去 就會滴眼 你覺得這個有用嗎? 沒有 好 那接下來就講一個比較有用的 嗯 有沒有聽過 Cup Man Cup Man 知不知道怎麼用嗎? 你用Cup Noodles的時候 放上去 對 然後 那它就不會消氣 那個字 怎麼了? 為什麼不運之差 為什麼要有這個發明 這個Cup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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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它只要熱到一個地步 就會開始變色 嗯 它變成半個身 都已經變成沒有色 的時候就代表杯麵可以吃 很好笑 這個杯麵放在這裡幾分鐘 有人喜歡吃硬一點 有人喜歡吃軟一點 需要一個Cup Man 告訴你什麼時候熟 糟了 我覺得這個有些用的 對於一個不懂煮的食 別人說就有 六個杯麵都慘了 要靠這個Cup Man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說了一個我覺得有用的 雖然你也覺得沒有 接著我又是時候要說一個沒有用的 我覺得真的一點用都沒有 但是 在賣錢 尤其是在歐美國家 是有人賣了的 香蕉盒 哎呦 我以前日本的Supervisor是有的 為什麼那些鬼鬼那麼喜歡買香蕉盒的呢? to keep the banana fresh 我想說這個盒是不能夠 令到香蕉是fresh的 就是能夠令到它不會咬茶 或者是 對呀 我不知道 香蕉咬茶 那香蕉是有很多不同種的 這個盒子怎麼可以用這麼多種不同的蕉用呢? 這個就是一條外國用家的preview影片 他生氣了 哈哈哈哈 為什麼他的蕉太大? 這個是遇上好的情況 以下這個就是一個不好的情況 哈哈哈哈 哈哈 差點 他很努力地放 然後他嘗試後就直接把蕉一下蕉 他還很理性的在裡分析 這樣卻是沒問題的 怎樣也沒問題 但我覺得這設計 用紫色很適合 因為紫色和黃色會比較合適的 是要合適的 為什麼還要再灑這些 我看到早自也有點褪褪的 對 然後他已經變褪了 哈哈哈 那你去找些適合的蕉吧 去三角店買椒的時候 帶我Case去量度 阿嬸問你,你做什麼? 我看看能不能放下 有沒有用? 沒有 我又說一個我覺得蠻有用的 有鑑於我現在是一個會踩單車的boy You call yourself boy? Sure 你今年多少歲? 又漂亮 單車電梯 怎麼讀? Bicycle Escalator 這個E字是哪裡出來的呢? 在這個E字 Bicycle Escalator Bi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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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 我正在說的不是這個 但是這個是我覺得蠻好笑的 不是馬上拿東西 是蠻蠻蠻蠻蠻蠻蠻的 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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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的 你停單車在旁邊 然後只需要踩一下這個按鈕 一踩 我也有聽過 真的嗎? 我去過芬蘭 它就會有東西給你踩著 然後就送你 然後你的單車一起上山 有用的 我都佩服它 比我的心理作用炎更厲害 接下來的無聊到 升級 單人烤腸機 這部烤腸機 每一次只可以烤一條腸 多一條都不行 聽聞還是會敲得比較久 好像說不夠熱 是誰需要用一部單條烤腸機 我感覺到應該是好像你一樣 回這個辦公室 然後就在你的座位上 吃午餐的時候 一條 我告訴大家我吃烤腸 你們有沒有人有興趣 有的過來排隊 然後就拿一部機出來 你這樣說完我有點興趣 是嗎? 原來發明出來真的有用 本來沒有的 你這樣說的 在辦公室有 可以增加辦公室的樂趣 我覺得好像有一點點用 比杯麵 還有 Eye draw glasses 我起碼滴到眼就寫 你這個烤腸機都不實用 但起碼它發熱力出來 可以幫你整熱一種食物 那你可不可以徒手整熱一條腸呢? 最後兩樣都是日本人的發明 是超好笑的 我自己覺得 那會不會是比較有用一點的呢? 這個我真的要問你 在日本裡面的人 是不是真的會吃麵 吃到雪雪腸的? 是啊 是禮貌來的 聽人說 如果日本裡面有外國人 那些外國人 是不是會很不明白 如果有遊客過來 你為什麼會吃到... 這樣 所以這個尷尬是真的存在的 或者沒什麼人會理 吃麵就吃麵 你便說 上網看過一些文章 吃到雪雪腸 好像還是餵了 令麵條和空氣混合在一起 好像有那麼輕的 那你先試一下 不要太小心捉傷 一會不會捉傷 要陰煙 它是一支要用APP去驅動的叉 這麼高科技 你幹嘛自己笑呢? 那首先你吃麵的時候 你就會發出一些 嘶嘶聲 那這一支叉就聽到你的 嘶嘶聲 它就會幫你延長這個聲 哈哈 就變成了那些 嘶嘶嘶少 即是變成流水聲 飛機飛過的聲 那些人不覺得你在雪面 就覺得有點膀敗的聲音 這個是有一點點像那些 例如在禮堂裡 你的魔術貼的鞋 你是想撕在魔術貼再貼上口 但你不能讓人聽到魔術貼的聲音 那你要怎樣做? 那你要怎樣做? 那你就要在C魔術貼的瞬間 啊! 哈哈哈哈 你還沒聽過這個? 還沒 這支插頭就是在那裡 不知道男廁有沒有 但是女廁會有一個叫做音機 Hime,即是公主 就是你一坐下去就會有水聲 然後就會等其他人聽不懂你的音樂 你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那這個可能是女生 因為男廁裡面沒有王子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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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為什麼會這麼無聊 還會刀了人看你 是啊,但是你吃得很硬,你吃得很有力 哈哈哈哈 最後一個又是日本人的發明 他是投射一個男朋友出來 保護你 怎樣保護? 這個發明是為什麼會做出來呢? 他就是說明 他認為日本那些癡漢 就是跟著女生回家的人 就比較多 作為一些獨居的女士 就會比較危險 然後這個投射男友 就是把一個 就是把一個男朋友 又是把一個身形比較飆青的男人 把他投射在你家的窗簾那裡 首先第一件事,你也試過在日本做獨居女性 嗯 你覺不覺得有這個危險 不覺得 怎麼辦呢,我已經結束了這個說話 哈哈 以我的印象,日本是很安全的 真的 會捏? 是啊 那這個發明 是有人看AV看得太多 就是他投射出來那個人就會懂得動的 是,在窗簾那裡 我以前住的就是Leo Palace 那是一間很大的房地產 是啊 我住的時候他沒有送你東西給我 沒有理由的 硬直明明是OK的 這個覺得不需要 哈哈 要買的 然後你就可以選了 像男人在做家務 然後在屋外看 就會覺得你男朋友在家等你回來 全部都是用真人來拍的 每個剪影都會連續播30分鐘 做運動 練空手道 彈結 我不知彈結他 如果家家會不會有用的話 場面就會變成這樣 成棟大廈都是男人在做運動 有人以為你成棟大廈是GYM房 有沒有用? 沒有 我覺得很有趣 我一定會想玩 如果我知道有一個Stalker跟蹤我 我不會因為一部這樣的東西 而感到有安全感 也對 你也不知道要跟你多久 對啊 這個是來自一個場機 在日本獨居的女性的一個發現 這個LeoPace21 是否可以好好地點到 Leo Palace Leo Palace 好,聽完整條影片 你覺得最有用的 誰發明 偷香腸記 最主要是可以在辦公室裡威威 對啊 記得告訴我們你想要的發明 可以把心理狀況計算進去 就是如果你想要的是心理狀況 留言 那可能你是第一位 是嗎?心理狀況有用 分享這條影片給你的朋友 問他們想要什麼發明 記得訂閱我 逢星期一、星期四出片 想知道更多關於我日常生活的事情 可以考慮一下 大家入會完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這裡要說 記得約著我們拍這個Google Map嗎? 樓下知不知道有多少人說 我不知道Google Map的原理 原來是拍很多照片放在一起 因為很多人真的不知道 也有些人說不是 因為怕才不知道 對我說 怕什麼? 怕Joyce 神經病 都沒有人怕我 你們麻煩公平一點 要給大家看 真的很高興 我今天來酷了 我今天可能願意超好 沒見到一年 呀 我今天有想到